此刻偏向的教育资源跟过去大不同了 新北市攜手23个福伦社团 一起走进新北9所偏向国小 跟台北市一所国小借由是写程式 设计陀螺等课程激发孩子们的无限潜能 而这项计划推行三年以来 已经累计投入超过300万台币 那么希望让全偏向的学童学校 可以接轨国际教育的潮流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和孩子一起拼出 代表新北市会的四色积木 活动正式开始 这是新北市西手国际福伦社 共同推动偏向steam教育成果展 也就是整合科学艺术等五大领域的课程 培养偏向的孩子们 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展现创意 利用一个成果发表竞赛的方式 让孩子把这一段时间学习的成果展现出来 这也是一个互相刺激 互相学习的好机会 我希望我们这个活动 能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 种下一个良善的种子 跟一些好的一些学术的学养的部分的成长 2021年的学习成果发表会 共有10所学校117位孩子参与 他们以玩具博览会为主题 展现如何以新科技城市控制智慧积木 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 新北市首创的steam辅导团队 至今已经培训了将近300位教师 期望未来能够持续推动课程 让孩子都能不受偏僵限制 从小培养跨领域学习的能力 记者综合报导